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文心 欢迎回来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想说给大家做一期就是 参加毕业典礼的一个妆容 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去参加毕业典礼了 我们再顺便编画一边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大学都学了什么专业 我在就是这边大学的一些学校生活吧 看到我现在眼睛其实有点点的红 就是因为我这两天眼睛有点发炎 现在也没有办法带银行来拍视频 然后就这样将就的看一下吧 今天的遮瑕我用的是这个 他们家比较经典的这个遮瑕膏 然后这两天晚睡 然后就是整个皮肤状态超级不好的 然后今天的底妆我用的是这个美宝莲的冰蜜系列 然后我用的色号是这个110 然后先跟你们说一下 我现在在多伦多嘛 然后我是在那个雪尔丹 雪尔丹雪尔丹学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学校的那个动画系 听说是就是动画专业的一个哈佛吧 其实我以前就听说就是我们学校的 动画专业其实挺牛逼的 但是我不知道那么牛逼 然后之前去网上查了一下 就是什么阿凡达 然后泰坦尼克号之类 就是很多那种剧作 就是从我们学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 就有参与他们的那些比较牛逼的电影吧 那我读的专专业呢是叫 vision creative art 就是视觉艺术 其实就是比较纯艺术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学的东西还是比较广的 就是有学什么素描啊 然后油画 然后包括一些电脑设计什么都会学到一点 我以前在日本嘛 然后我在日本的时候其实就很想学那种 就是美容啊理容系的 但是就是来加拿大之后 其实我当时还挺迷茫的 就是因为我是个不是特别爱读书的人 就是我不怎么想要去学那些文科还是理科 当时就觉得好像画画是我唯一 还有一点点兴趣的吧 所以我当时就报了这个学校的那个视觉艺术 然后我读的是两年的专业 你们看我现在脸上都上了那个粉底 我觉得它的遮瑕还算挺好的 也蛮就是也蛮水润的这一款 看我今天穿的T恤是 就是优衣库跟Cost的联名吧 就是前几天真的还蛮疯狂的 因为感觉全世界都在抢 那今天那一笔我用的是这个Benefit 其实我觉得我大学生活还算蛮枯燥的吧 读书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点点的小痛苦吧 其实我一直都还蛮羡慕那种就是特别会读书的人 我觉得大学生活肯定对他们来说都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 可能我从小就不太爱读书 对就喜欢玩 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是那种比较随性的 就是真的是走一步看一步的那种 鼻印我一样用的是这个 这些人在Sophila买了这一个 算是单色眼影吧 我很喜欢拿它做就是当医印来刷 然后再上了所有材料之前 先用一下这个Urban Decay的这个定妆泡 很多人说这个有口水味 但是我觉得还好诶 就是有一点点酒精味的感觉 然后今天高光的话 我用的是这个Colourpop的 字号是这个Lunch Money 然后在眉骨这边也上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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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眼影我用的是 之前Sophila买的这一盘 它里面实际是就是比较偏棕色系吧 但我今天会用比较偏红掉的这几个 来上我的眼影 所以用这个比较玫瑰色的 然后做一个大面积的晕染 然后再用这个比较玫瑰的这种闪现 放在眼皮中间 然后再用比较这个红棕色的 放在眼尾这边 比较金色这个省片 用手指点按在眼皮的中间 然后再用这个高光在眼头的前面 做了一点点的提亮 眼线的话就是画一条 然后稍微往下来一点点就好 然后眼妆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今天的塞猴用的是NERS的一个 然后今天的塞猴用的是NERS的一个 但它是有点点偏玫瑰色 是有带一点点这种闪片在里面 因为今天妆容我觉得腮红不想要太强细 所以我想用这种比较淡一点点的 然后今天最后口红的话 我用的是这一支CVB的这个 然后我用的色号是235 是比较偏有点姨妈色吧 但它这个口红就是特别的滋润 然后饱和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就涂上去不会说真的像中毒色那样 然后在嘴上中间再多擦一层 然后整个妆容就这样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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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